这是台湾导演李中拍的董仔的人 入学了今年 崔贝卡影展《沉浸单元》中的电影360 是侯孝贤监制五成衣中的一部 以犯罪为主题 记者目前就是在崔贝卡 这个沉浸单元 他专门就是播 虚拟时间的电影 可以看到像游乐场一样 一间一间的 然后让观众可以自由地进出 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之中 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 观看电影的体验 自从去年开始退出之后 非常受到欢迎 一个场次三个小时 让你自由选择曾尽其中 包括这个互动式 及行动式的视觉体验 一面听马悠悠的情声 一面体验虚拟 以及真实空间的交错 而拍VR电影有他独特的预言 你没有特写 你也没有那个 你没有把规定观众看哪里 所以对于导演来讲 我们失去的工具是 我们要去引导观众的情绪 但VR对于情感的传达 是很直接 这个比原传统电影来得有效 因为媒介还很新 因此大家都还在摸索当中 不过随着科技的越来越进步 VR电影也会逐渐普及 看到5G可能在明年 后年它会成熟 所以它会带动这样 内容的普及跟设备的普及 包括董仔的人呢 这个5X1 接下来还会参与砍城影展 随着越来越多的影展呢 重视VR的电影 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呢 这个虚拟时间电影 占电影市场的比例 应该也会越来越高 谢谢龙八华 林茨慧 纽约的采访报道